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勞望 我是郭崇文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 美國的第一駙馬 也就是 Kushner 他的在整個防疫中間的角色 川普總統上任以後 他任用輕貴 毫無顧忌 現代所謂第一駙馬Kushner 雖然只是白宮顧問 他下面只有一個 美國創意辦公室 但是現在他就形同於 不管部的部長 凡是有危機 川普一定要他去找一批人 組成臨時小組來處理 他的權力大得不得了 但是國會就沒有辦法監督他 前一時候他在處理 已發的中東危機 現在則是新冠疫情 Kushner的駙馬爺 他主管的項目 有一個代號 叫做空橋計畫 Project Airbridge 目的是要在這個 現在目前空中交通已經都斷絕的情況 他動員民間業者 把防疫的戰略物資 運進美國 目前他是委任 五家私人的這個醫療公司 在海外採購物資 然後他組織25架次的UPS的包機 運送回國 上個月月底 川普很高 驕傲地宣布 說第一批80噸的物資 已經從上海運抵紐約了 沒有錯 這個防疫物資是從中國來的 這是川普不再講中國病毒的代價 當然也是靠 中國的老朋友Kushner 在從中穿針引線 兩邊磋商的一個結果 那中國政府也唯一指定Kushner 來擔任這個中間人的這個角色 物資回國以後 大部分是由上面這五家私營的 這個醫療公司來負責分配 每趟航班運回來的物資有10% 屬於聯邦政府所有 剩下的歸著五家公司 他們要把其中一半的物資出售 給跟他訂購的一些地方 或者是私人公司 但另外一半必須要用聯邦政府 認定哪裡的疫情嚴重為準 來優先次序分配 甚至出售給這些地方 問題是雖然有這些市場的機制 但是實際上面 形同這五家公司的實質壟斷 但是因為有Kushner 白宮的這個駱馬也罩著 司法部已經說 這不受反托拉司法的監督跟審查 這個現在目前讓美國的醫財市場大亂 那按理來講 應該要Kushner來負責認定 各州的整個疫情的嚴重的程度 跟他的需求來決定 這個聯邦的這個戰略物資要怎麼樣來分配 但是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是吃力不討好的 有時候Kushner完全忘記自己的角色 比如說在記者會上面 他談到怎麼樣子來分配的時候 他說這是我們的意思就是聯邦的儲備 而不是供給各州的一個儲備 那他們他指數是各州 應該要自己估算 自己的情況 來試著用我們提供給他們的物資 來滿足他們的需求 這個你們我們 他們這個說法引發了大家的怒火 這個聯邦政府不是就應該來照顧各州的需求嗎 那紐約州州長古墨大罵說 現在50個州都是為了同樣一個東西 防疫物資現在在台下競爭 就像在eBay上面競拍一樣 太沒有效率了 而且最後聯邦急難總署聯邦機構 應該是要來統籌的 最後也加入這個競拍來競價 這簡直太荒謬了 目前國會已經有兩個委員會 跟政府要求要解釋Kushner的小組 究竟在這個分配物資上面 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而且要展開調查 Kushner的另外一個麻煩也跟國會有關 上個月我們知道有通過了2.2兆的紓困方案 有一大筆其實是給房地產業者的退稅 這些房地產業者都是非常有錢的 那享受到這個優惠的正好是川普家族 還有Kushner 這些房地產大含其實是跟新冠疫情完全沒有關係的 但是卻坐享其力 而且這個稅務優惠的時間退稅的時間 不僅是今年還包括去年跟前年 這個這一筆退稅金額高達1700億 這個比說要補助醫院的1000億 甚至現在有補助州跟地方的1500億 大得多了 目前各地都在要求要呼吸器不夠 防護不夠口罩不夠 然後現在各地有2100個城鎮 今年會出現大幅赤字 聽到這樣子有大筆的預算 退稅要補助給房地產投資者 這個消息是非常令人髮指的 川普過去曾經多次有自肥自己的企業 比如說他要求這個G7高峰會 要在自己的高爾夫球場來辦 但是後來媒體披露以後 後來都取消了 現在這一次的索困案是Kushner的好友 財政部長米露琴一手策劃出來的 現在要修法已經來不及了 當時民主黨在通過的時候 曾經加了一條誕書 就是說川普的家人不能夠從這裡面直接獲利 但是問題現在是間接獲利 現在沒有辦法阻擋他跟他的女婿 從這裡面間接來套利 那全世界都是一樣 那在現在防疫的大勢就除了分配物資跟紓困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麼樣重啟經濟 白宮透露就是川普大概會在未來的這一兩天當中 做出關鍵重大的宣布 目前在幕後拉扯的一共有三股力量 第一股主要是現在目前地方 尤其是東西兩岸民主黨執政的州 他們要準備聯合起來 就像以前民國初年聯省自治一樣 要自行宣布恢復經濟的這個時程 川普對這個消息大怒 他說這個宣布是聯邦政府的權利 他自己也想搶先宣布來收獲的功勞 所以這個是他的第一個考慮 第二個考慮就是說如果因為宣布重啟經濟 導致疫情再度蔓延的話 這個會算在川普的頭上 川普要負這個責任 目前這個美國非常信賴的這個防疫專家 佛奇已經表示如果說5月1號要復工的話 現在這個目標實在有過於樂觀 但是最重要的第三個力量 第三個考慮是川普要連任 現在目前美國失業率預計會飆高到25% 川普希望要趕快復工來安撫人心 否則他不用選了 贊成要復工的人裡面 Kushner是最主要的一個 最積極的一個 那根據報導 不僅是Kushner 包括他女兒伊凡卡 也會在重開經濟小組裡面 的評估的重要的成員 但是就是在這個消息報導說 他女兒跟女婿會是成員的同一天 川普出來表示說 澄清說我的女兒女婿絕對不會在小組裡面 這個有一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這個意思 不過大家都知道 不管Kushner名義上是不是小組的成員 他絕對會是川普最重要諮詢的對象 今天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